第五百七十五集 陈云熙这些人 包括福昌鼎他们 就是一年多近的四品 大家都是二次催谷 速度应该差距不大 毕竟方平有钱 供养得起 那时候 我应该有七八品 甚至九品实力了吧 方平心中盘算了一下 顺利的话 九品未必没希望 接着方平下了狠心 呀的 到时候魔毒地窟都被我铲平了 我让你下地窟 没地窟给你下 你去那个地窟 铲平了那个地窟 你四品 干掉了所有中高品 想死都死不了 没人知道方平的雄心壮志 听到了 恐怕也是当笑话来听 绝颠都不敢说这话 方平这话传出去 就不是心气高了 是神经病 精神力尽断配食 九品铠甲 大量的生命精华 回头都得准备一下 最好是绝颠的全身奖 任你怎么当 让你高品以下 打都打不动 方平想着想着 又摸着下巴 寻思着 是不是找机会 弄一个更大的大杀器 给妹妹防身 比如 当日震兴城那个镇子 那玩意儿一出 空间裂缝都能镇压 强大到了极致 不过这东西 哪怕绝颠都没那么容易弄出来 要不然镇兴城的人 带个十个八个镇子 还不秒杀了铁木那群人 镇 镇兴城 镇天王 方平忽然多了几分联想 那玩意儿不会是李家老祖 弄出来的吧 回头问问看 也不知道李一鸣这些人有没有 要是有的话 自己这次就要小心点了 王湛之地 不知道能不能带这些东西进入 要是可以 那自己就要加倍小心了 方平在家待了一天 给妹妹留下了差不多一斤生命精华 大量的九品能源石 比奢侈 他比镇兴城还奢侈 镇兴城毕竟要供养一个家族 他方平就供养一个妹妹 难道还比不上那些家伙 不就是能源石和生命精华吗 算什么呀 这次从王湛之地回来 自己也该欺骗了 到了那时候 自己找机会把天门城给端了 天门城跑了 那就去端了腰魁城 就不信捞不到点好东西 六月十一号 方平再次回到了学校 能源适中 方平还没解释 李寒松就迫不及待道 老姚 方平截取过我们的生命本源 可以转变成我们的气息 来辅助我们修炼 共同封闭三交之门 你先帮方平封闭精神之门 等你突破到了六匹 方平可以帮你迅速封闭三交之门 方平很想给铁头颁奖 最佳捧跟奖 不过想了想 这家伙有时候傻乎乎的 弄得自己也尴尬 算了 这奖项还是留着吧 姚成军比李寒松淡定多了 也没说什么 想了想开口道 我已经定位到了三交之门 要不先突破到六匹 我再和你一起修炼 他精神力强大 其实在精神力具现的那一天 他就捕捉到了三交之门的位置 这些天 他已经彻底定位完毕 现在也可以突破了 听到他要突破六匹 方平当然没什么意见 修炼室中 姚成军突破的速度很快 三交之门几乎是眨眼间被具现了出来 而等到生命之门具现的那一刻 姚成军精神力忽然剧烈涌动起来 正在等待他突破的方平 忽然面色一变 自身精神力瞬间改变了气息 变成了姚成军的气息 接着两道具现的精神力 开始推动一样被封闭的三交之门 方平满头大汗 姚成军也是脸色战红 两人竭尽全力疯狂涌出精神力 趁着生命之门具现的瞬间 推动生命之门 半虚化的生命之门 仿佛是真的门户一般 被推动的有些颤抖 发出了一丝低不可闻的开门声 下一刻 方平和姚成军倒飞而出 撞在了墙壁上 两人都是口吐鲜血 一旁 李寒松有些手足无措 急忙道 没事吧 没事 方平吐了口血 起身道 推不开 老王没说错 恐怕必须要等你们的 其他三交之门全部封闭 才有可能推开 方平话音刚落 忽然语气一致 看向对面的姚成军 此刻姚成军手中握着一把 不断颤抖的长枪 姚成军眼神深邃 任由长枪颤抖 一直没开口 李寒松一脸惊讶道 这 这是 刚刚从生命之门中飞出来的 嗯 姚成军应了一声 忽然看向方平道 这是极品神病 方平马上走上前去 查看了一番 接着 脸色变换了一阵 微微凝眉道 不是神病 不是神病 姚成军愣住了 接着南南道 不是神兵 可我觉得 我可以将他收入三交之门 不是神兵 怎么可以收入 而且 可以用精神力操控 方平没说话 握住了还在颤抖的长枪 半赏才到 的确不是神兵 神兵一般都是 妖族的心和脑盒打造的 我们用神兵的时候 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的 比如神兵可以幻化成什么的 比如我的这把七品配刀 用的是锯齿像的心和脑盒打造的 我一旦发挥出神兵的威力 一刀斩出 可以斩出 一头锯齿像 你这个 我没感应到妖族的气息 方平说着 马上到 当然 可能是我实力低了 无法感应 不过感觉这把长枪威力不行 应该不会弱 李寒松理所当然道 肯定不弱 毕竟以前 咱们都是绝颠 绝颠用的兵器 哪能太长 说着 李寒松有些激动的 方平 你要不 和老姚帮我也试试 看看能不能 也非把兵器出来 方平摇头道 别想了 刚刚老姚那是因为刚锯线 锯线瞬间有些松动 我们联手才打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你应该是不行的 说是这么说 方平还是和姚承军联手试探了一下 事实也不出所料 的确不行 李寒松也不是太失望 而是目光灼灼地看向姚承军 开口道 老姚 用枪的枪者 天庭之中 谁用枪 方平 我已经心累 老天呀 你闭嘴吧 老子快编不下去了 不过姚承军居然真弄到了一把兵器 还是出乎方平的预料的 他知道这些人生命之门封闭 也猜测过可能藏了点宝贝 没想到第一个飞出来的就是兵器 这么说的话 强者死亡 神兵消失 如果复苏的话 可能会保留着神兵 除了神兵 三交之门内还能藏着什么 储物剑 可储物剑能放入三交之门吗 这一点方平真不知道 毕竟他没有储物剑 三交之门能放的东西 好像不多 起码目前来说 方平知道只能放神兵 还有精神力具现物 没理会铁头 方平三人研究了一下姚承军的这把枪 并非妖族核心打造的神兵 质地却是极为坚硬 方平用七品神兵劈砍了几下 连个痕迹都没留下 而姚承军操控起来 精神力具现物融入 实力暴涨 一枪扎出 这次方平赔了二十亿 看守能源室的那位导师 目光忧怨 修炼就修炼 居然还拆房子 能源室可是很珍贵的 结果老姚一枪把修炼室给击穿了 方平财大气粗是没错 可也不能这么糟蹋东西吧 学校之前欠他的百亿 最近被七扣八扣的都快扣完了 方平则是没在意这个 而是有些惊讶地看着那杆枪 威力很强 姚承军用起来也是顺手至极 不比七八品的神兵长 古武者打造的兵器吗 方平不知道 古武者到底用什么材料打造的 反正不太像是妖族尸体 用妖族核心打造神兵 其实还是从振兴城那边传来的打造之法 在振兴城时代之前 也许人类并不是用这个打造兵器 毕竟振兴城时代之前 地窟入口也许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这样的情况下 也没办法用这个打造 姚承军有了堪比神兵的兵器 这让李寒松羡慕至极 羡慕的同时 也期待自己早点打开生命之门 拿到生命之门中的东西 方平看他兴奋的样子 都懒得打击他 铁头到时候打开生命之门 要是发现里面空无一物 也不知道会不会崩溃 当然 或者他自己给自己开了个玩笑 里面只留下了一些没用的废物 大概铁头自己能把自己锤死 几人换了个修炼室 没在深究长枪的事 而是开始专心修炼起来 铁头自己修炼自己的 方平这次没带他 封闭精神之门 铁头帮助有限 远不如精神力具现的老姚 少一个人消耗要小得多 就这样 方平再次进入了闭关状态 从五月份开始 他就没怎么出去过 炎炎夏日 耀阳高照 魔舞 越天才越努力啊 能源大厅中 宋盈吉感慨了一声 方平又开始闭关了 这一次二十天没出来了 这小子才突破几天呢 又天才又努力 这让人怎么追赶 当然 宋盈吉也没追赶的心思 如今的宋盈吉轻松自在 已经再无压力 我放弃了 老子天赋不如人 没办法 拼死了也赶不上 还不如给我喘口气算了 这两年从五品巅峰到六品中段 宋盈吉觉得这是自己人生的巅峰器 一年破一截 速度快到了极致 可跟那个疯子比 没法比 人家突破的速度 快到你崩溃 如今还登顶了六品第一 这还怎么比 感慨了一声 宋盈吉忽然笑道 小张 今天安排一下 我要带新生 一旁 张宇奇怪道 宋老师 您今年带新生 不可以吗 宋盈吉瞥了他一眼 不高兴道 还是说 你现在 也瞧不起老师我了 你小子才五品出段 中段还得等一段时间 再废话 我揍你一顿 你信不信 张宇哭笑不得 马上道 宋老师这话说的 您要是愿意带新生 那最好不过了 之前我问了一下 今年愿意带新生的六品导师不多 大家都要闭关修炼 您愿意带 最好了 我马上给您登记 嗯 宋盈吉点了点头 又道 今年除了我 还有哪些六品带新生 没几个了 白若曦导师 郑龙江导师 哦 都是初入六品 宋盈吉脸上泛现笑容道 这么说 六品中段今年就我一人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李寒松也会带新生 宋盈吉嘴角出动 清客一声道 还一个刚毕业的孩子 知道怎么带新生吗 没事 这么说的话 我是今年带新生导师中最强的 是吧 啊 张瑜也没否认 虽然老宋干不过李寒松 可资格了 说起带学生的经验 的确比李寒松丰富得多 至于六品高段 巅峰的舞者 如今都在想着突破 哪有时间来带人 之前魔舞还有三位巅峰舞者 一位精血合一 如今是一位精血合一 五位巅峰境导师了 六品高段 也有八人 可这些人 无一例外 全部选择了去地窟或者闭关 哪怕其他中段的导师 也没人愿意继续带人的 松盈吉很满意 我最强 那我还不是想挑哪个学生 就挑哪个学生 听到方平的妹妹要来魔舞 我是为了更好的 教导方平的妹妹 可没有打不过哥哥 收拾妹妹的意思 想着想着 松盈吉倾咳一声道 对了 方平什么时候能出关 张瑜摇头 无奈道 这个真不知道 最近他闭关的时间越来越长 无套社这边 也积累了不少事 我现在也头疼呢 最近大家都一个劲下地哭 闭关修炼 中平级的学员 几乎没人管事了 无套社这边 我看最好再选一位副社长 暂时管理日常事务 他已经毕业 现在已经进入了导师的行列 既然如此 他就不能再担任副社长了 不止他 梁风华 秦凤卿 陈文龙 如今都退出了武道社 目前武道社的社长是方平 副社长则只有谢磊了 而谢磊那家伙 张瑜搬着手指头数了数 那家伙多少天没回学校了 武道社都快名存实亡了 张瑜说到这儿 宋英级倒是有些沉吟道 方平考虑过谢任武道社社长一职吗 啊 这小子现在实力强劲 而且心思也不在这上面了 再霸占着武道社社长的位置没用 他要是成了宗师 都不用再以大己的学生来区分了 担任医院局长也没问题 武道社这边 我看还是找个不太忙的学生来担任社长 不太忙都忙啊 张瑜无奈 当初大家抢社长的位置 抢的都动手了 可现在真未必有人愿意当这个社长 方平把魔武武道社社长位置 做到了极致的地步 任何学生恐怕都无法超越他 反过来 一旦新任社长不给力 大概会被学生骂死 这种情况下 愿意接班的人还真不多 我 不讨论